今天很高兴来到各位当中 很久没有来 因为有一段时间 在很危险的一个地方 就是因果 因为从疫情的立场 直到我们的首相 差一点就离开世界 对不对 可能如果没有最好的医生 就不在了 我们来看 马可福音第十章 第四十六 到五十二节 我想请一个人替我读 好不好 好 马可福音十章 四十六到五十二节 他们进了耶利哥 耶稣门徒和一大群人 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瞎眼的人 是迪买的儿子 名叫巴迪买 坐在路旁讨饭 他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 就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许多人斥着他 叫他叹叹 不要出声 他却更加放声喊叫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 说把他叫过来 他们就叫那瞎眼的人 对他说 放心吧 起来 他叫你了 他就丢下衣服 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 耶稣对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 瞎眼的人对他说 拉伯尼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去吧 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他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哇 好棒啊 所以等一下还有机会 我今天这一堂里面 我觉得我心里有一件事要提出来 就是一个瞎眼的在路旁 没有钱没有朋友 就是人家看不起的 耶稣会不会听他的祷告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 因为觉得我们当中也有弟兄姐妹 可能有这个疑问 耶稣会不会听我的祷告 他是最可怜的 对不对 第一 看不见 所以刚刚说人很多 门徒很多 声音蛮大 他也不太知道耶稣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人多 你不知道耶稣在什么地方 他也不知道耶稣会不会听他的声音 因为很多人都在讲话 但是他还是愿意大声说 耶稣你来帮助我 可怜我 那从这个地方来开始 因为我觉得弟兄姐妹 我们一个很大的fight 一个很大的争战 就是耶稣会不会听我的祷告 有什么条件知道耶稣会听我的祷告 因为一个基督徒 他基本的一个生活 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 如果没有这个把握 说耶稣会听我的祷告 那走基督徒比较困难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 我们会觉得坐在前面的人都是伟大的人 对不对 神都会听他们的祷告 那我坐在后面的或是在中间的人 不一定会听我的祷告 我不是professional 不是职业的 但是弟兄姐妹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特传 最基本的一个礼物 就是我们的天父会听我们的祷告 同时魔鬼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是让我们认为会听他的祷告 我们不是否认耶稣会听祷告 但是是听他的祷告 他的祷告 但是我的祷告他不会听 所以今天要稍微思想这个问题 我信耶稣不久的时候 我就上了英国建教大学 那那个时候 我们礼拜六晚上 有一个基督教团庆 那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参加 大概1% 2%才会参加 对不对 但是我开始参加 是一年级的学生 我看到这些伟大的 那些团庆里面的大头 觉得神大概会听他们的祷告 对不对 不然他们不会带领我们的团庆 我的祷告大概不会听 因为我是平凡人 他们都是伟大人 那我发现 这个看法不对 我们都有不同的服饰 不同的在教会里面的单位 对不对 但是祷告不是这样分的 所以希望如果你是那种 不知道天父会不会听我的祷告 你会知道 祷告是最可靠的生活的一个力量 我是刚刚罗索姐妹又说 我是1969 就是民国58年来台湾的 那那个时候没有拆会 那个时候不是参加领量堂 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 对不对 没有拆会 没有前途 没有工作的前途 对不对 但是有什么 祷告 因为知道耶稣要我来 所以就每一步 就祷告 祷告 祷告 那我站在这里 51年以后能够说 天父听了我的祷告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我是特别的人 而是因为他是听祷告的天父 就是来台湾以后 前两年读中文 然后开始做校园团系的工作 就是台大对面那个 也开始在台大教书 那为什么加入校园团系 因为有一个人来找我 说你要不要加入校园团系 我不知道是谁 可能是周神助 因为那个时候 他也是校园同工 对不对 但是在我祷告的时候 说主啊 我这个破破烂烂的中文 读好了以后 应该做什么 天父都有他的预备 然后一步一步之后 都是由他的带领 他的祝福 太太呢 在我的祷告里面 有关太太 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条件 就是太太必须愿意服侍华人 但是我认识的那一位 他的父母 四代都在非洲服侍主 所以我说主啊 恐怕结婚以后 他想去非洲啊 我不想去非洲啊 怎么处理呢 就祷告 祷告 那他那个时候在英国 做类似校园团系的工作 他有一天晚上 去一个团区 要做那个辅导 在团区里面 他们说 对不起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聚会 因为我们要去听一个 出名的讲员 那那个讲员是做 东欧的工作 我不知道台湾话 中文是什么 Open Doors 你知不知道 一个Brother Andrew 就是安德烈弟兄 他们那个时候 做东欧的 那个共产党的国家 所以我太太跟他们说 好 我们去听他 他那天晚上 讲中国 然后说 谁愿意奉献 服侍华人 服侍中国 那我太太就坐在那边 想一想 如果我有反应 是因为他 或者是因为神 他觉得算了 是因为神 他就到前面去说 我也愿意奉献 所以 我们的天父是非常实际的 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 那有的时候祷告 是很多年的祷告 不是一祷告 第二天就有了 有一件事 我最近一年都在祷告 觉得 主啊 我这个东西放下 因为好像你都不理我 那这次回来 台湾有很大的一个答案 感谢主 那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 这个人 他的 Google 就写名在我的iPad里面 为什么 OK 第一个问题 我先提两个问题 刚刚我们说 他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在五十一节说 五十一节 等一下 要为你做什么 那 弟兄姐妹 我一直到最近觉得 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 这个人是讨饭的 这个人是瞎眼的 何必问他 你要为我 为你做什么 但是最近我发现 那个答案在哪里 如果看前面 麻烦你看 你听我读前面的那个 第39到42节 他们说 能 耶稣说 我喝的杯 你们不然要喝 我受的洗 你们也要受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对不起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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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节开始 三十五节开始 西比泰的儿子 雅各 约翰 来到耶稣跟前 对他说 老师 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 愿你为我们做成 耶稣说 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 在你的荣耀里 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OK 有没有注意看 两个门徒问的问题 完全一样 就是耶稣跟他们说 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比 这个也是很值得 每一个弟兄姐妹 问自己说 What do I want Jesus to do for me 我要为耶稣为我做什么 门徒说 我们要有权利 地位 那个 瞎言的人说 我要你让我能够看见 所以第一门功课在这里 如果我的祷告就是为了自己 如果我的祷告是 主啊 你让我发财 你让我怎么样怎么样 不一定会听 如果我的祷告是 主啊 你祝福我 好让我能够祝福 瞎言的 好让我能够把你的恩典 你的爱 带到别人的身上 他会听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故事教导我们的 第一门功课 Is what do I want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耶稣为我做什么 第二个 第二门功课 就是在 最后一个经节 52节 耶稣说 Go your way 你去吧 你的信心 你的信救了你了 那 什么叫做信 或是信心 是什么定义呢 如果我能够发现那个定义 可能耶稣会听我的祷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 那个 我的PowerPoint有没有 我们看里面的一些奥秘 第一个问题 就是 我们刚刚读过 旁边的人都直辈他 说 你住口吧 你不要讲话 说 有许多人直辈他 不需他 做生 他却越发 大声 喊着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第一个奥秘 是旁边的人 跟他说 你不要祷告 你不要大声 向耶稣说话 但是他就继续做 而且更多愿意做 弟兄姐妹 第一个奥秘 祷告的第一个奥秘 是 不能听 the crowd 不能听 一般的人的看法 要学习祷告 要跟 会祷告的人学习 而不是那种 否认祷告的人 而不是那种 神不会听祷告 你如果要的话就算了 但是我不会 那种人要跟他传福音的 但是不要跟他学习 祷告 我觉得 这个历史你们都不知道 因为太年轻了 但是来台湾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我那个时候二十六岁 没有结婚 很孤单 但是我会 那个时候我会去参加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在狗子口 就是在牧架那边 一个荣教室 为什么 因为荣教室那个时候 是 从一个立场来说 是唯一的 我们讲内在生活 什么叫做内在生活 就是 能够在聚会里面 更多认识主 能够更多亲近他 能够更多认识他的统在 我不是他教会里面的一个 但是常常晚上 会去参加他的聚会 为什么 因为觉得在很多的服饰里面 在很多的挣扎里面 在很多的跨文化 跟我的英国的文化 不一样的地方 做错事的时候 可以在他的聚会里面 等候主 可以在他的聚会里面 听到主的声音 那我的敬拜里面 到现在 都会比较走内类的路 大概 Elevation 你们唱的歌 比较不是我的歌 我因为 很棒啊 但是不是我的 我比较最近 会听在YouTube里面 或是Amazon里面 会听一个叫做 Maverick City M-A-V-E-R-I-C-K 他们都是黑人 差不多都是黑人 他们的敬拜的内容 都是有关主的同在 主的爱 我们回到 有一个最近 我一直在听 叫做Communion 就是 与主的关系 就是 题目是 我们回到 我们起初的爱 那种 那我会 跟他们 回到 主的爱 回到 主的同在 回到那种 天赋的爱 那当然 有别的敬拜 应该的 但是 对我而言 我对自己 有一个 一个 一个责任 就是不是 一直听 外面的声音 你去YouTube 哇 很多怪事都有 对不对 我会去 参加 他们的 那 弟兄姐妹 请问 你现在会 听谁的声音 现在会去 听谁的声音 听那种 朋友 但是他否认 祷告 听一些 以前是基督徒 说 我神并不会 听祷告的 那种人 那些人 要跟他们一起 要爱他们 但是 要 要 要学习 耶稣听我们的 祷告 要跟那些 有经验的人 花时间 在一起 祷告 先生跟太太 家人 还有 朋友里面的 那弟兄姐妹 我对这些 基本的问题 我的消息的来源 是什么 是Twitter 是YouTube 是其他的 内类的吗 或者是圣经 和爱耶稣的朋友 这是他的一个奥秘 旁边的人说 猪口不讲话 他更多说话 第二个奥秘 走了 八点回来了吗 OK 第二个奥秘 是真正 要耶稣基督 而不是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方法之一 他那个人 他没有别的路 对不对 他决定 我要这位耶稣来帮助我 那弟兄姐妹们 对啊 我参加Hope 感谢主 很棒的教会 但是 不在Hope的时候 我会不会继续追求耶稣 我会不会 一直要耶稣在我人生里面 工作 Hope 会帮助我的追求 但是 不能给我一个追求的心 Hope 是一个机会 跑得更快 但是 如果我还没有开始跑 就没有办法 我做基督徒的 最基本两个经验 有两个 第一个是 接受耶稣做救主 那个时候 我是中学的学生 因为家里都不信 所以我一个老师 带领我信耶稣 第二个 就是在读大学的时候 主跟我说 我是你的救主 但是我不是你的主 所以要做一个决定 耶稣对我而言 是fire insurance 是一种保险 让我将来去天堂 或是耶稣是我的一切 耶稣是我的一切 而且没有别的方法 没有别的帮助 所以 建加大学毕业以后 我下午就谈到了 建加大学毕业以后 我去英国北部的 一个教会服事 没有薪水 因为是拼着信心 等于耶稣不听祷告 我就糟糕了 对不对 父母也不是基督徒 所以认为我杀瓜 儿子怎么建加大学以后 毕业以后 能够走这条路 我们的不一样在哪里 我已经知道 耶稣会听我的祷告 如果我走祂的路 祂会安排 祂会听我们的祷告 那一直下去 结婚 生了孩子 我的把握是 祂会听我的祷告 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 我们的救主 会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 如果你坐在那边认为 那是你的事 我不一样 我跟你说 耶稣一样 只要你要祂听你的祷告 还没生孩子之前 我的父母给我很棒的教育 在英国 一个很好的私立学校 能够考上坚强 所以还没有生孩子之前 我就想一想 要不要生孩子 因为没有办法 一个宣教师的薪水 没有办法给他们这种教育 对不对 那在洛斯福路 大概是 差不多1975年 在洛斯福路 开我的三辆600cc的小汽车 跟上帝谈这个问题 很清楚地跟我说 我会负责 我会负责 所以 我们 1994年到2007年 我们都在新加坡 那那个时候已经有五个女儿 那 我们也有六个孙女 还有一个孙子 11比1 那 那个时候 去 我们 我们有一个 最起码一个新加坡的弟兄 他会明白 新加坡的学校 很不容易进去 如果不是从一年纪开始 所以我的孩子都非常 非常不愉快 甚至于哭了 所以我们只好把他们送到 印度山上的一个学校 是英文学校 一半是宣教士 一半是本地人 印度人 那我的父母跟我说 孩子 你真的害了你的孩子 儿子 我们给你那么好的教育 你怎么可以送孩子们到 印度的山上 但是真的是一个神迹 我的老大在那边 考上了英国建教大学 而且天赋的供应是怎么样 因为我在国外 建教大学那个acceptance letter 那封信说 你考上了可以来读 建教大学 送给我爸爸了 因为我不在 所以是我爸爸 先开那封信 天父 he has a sense of humor 弟兄姐妹 我并不是说每一件事 会考上Harvard 或是台大 或是怎么样 但是天父会听我们的祷告 真的会听我们的祷告 没有一件事 我们不能带到祂的面前 特别如果我们走祂的路 下面 奥秘在这里 OK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 刚刚刚说 那个人继续喊着说 耶稣来帮助我 圣经说 耶稣站住了 耶稣就停在那个地方 耶稣本来要过去 他已经在离开耶路斯林 或是耶利哥 但是这里说 耶稣站住了 耶稣stood still stop 所以 今天的题目 就在这里 耶稣会不会stop 为了我的祷告 耶稣会不会转向我 说我听了你的祷告 这是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祂会 祂会 那 那个 这门功课不是一个礼拜的事情 两个礼拜的事情 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们都在学 所以 下面 下面怎么说 有没有 英文是stuff 有没有东西 拦住你 对耶稣有反应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是瞎眼的 对不对 但是 第五十节说 瞎子就丢下衣服 敲起来 走到耶稣那里 那想一想 虾子 逃犯的 没有什么衣服 所以这个是他最宝贵的 最宝贵的衣服 那如果 如果 耶稣不帮助他 那个衣服就找不到 对不对 人多 他也是瞎眼的 可能那个衣服就 弄坏了 但是他肯做 他肯放下 那个衣服 为什么 因为他相信 如果 耶稣说 过来 如果 耶稣说 我会在你身上工作 那个衣服 他不再需要 那 你我 有没有 那类的东西 耶稣 我本来会有反应 但是 这个衣服太宝贵 如果 我有反应 我会丢下这个衣服 有没有什么事情 在我们人生里面 是这样子 没有结婚的弟兄们 你的女朋友 如果 耶稣说 这个女朋友不对 你肯不肯听她的话 姐妹们相反的 如果 如果耶稣说 这个男朋友不对 你肯不肯放下 原谅我说 这个不是理论 这个是事实 是50年之前的事实 有一次 我在台大团系服事的时候 做辅导 有一个姐妹 在某一个学院 做那个学院的主席 第二年 在团系里面 第二年没有看到她 我跟同学说 某某人在哪里 她说 她的男朋友 离开了她 所以她跟天父 生气 现在不来参加团契 真的吗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比耶稣 还要重要吗 弟兄姐妹 我知道 这个不是很容易听 但是 我们每一个人 早晚会面临这个问题 走上 耶稣的这条路 不是没有代价的 我公开说 我不相信那种 所谓的成功选学 只要我祷告 天父什么都会给我 会让我发财 如果 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失败了 我的祷告没有用 因为没有发财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你问我最大的 一个祷告是什么 一个祷告的答案是什么 很多 但是我给一个例子 很多年之前 我在进世祷告的时候 天父跟我说 要把 中文是耶公明 英文是Derek Prince 他的教导 他的教训 他的teaching 带到华人的世界里面 那个时候我不认得他 但是在祷告里面 很清楚 我们现在 在中国大陆 印了 两千万本以上 他的书 发给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 也有很多的 这个MP4 这一类的东西 就变成在中国 神中用的一个仆人 另外 有一次 我在美国开会 有一个叫做 大卫跑神 David Paulson 他跟我说 我们能不能一起吃饭 我说 当然了 一起吃饭 他说 能不能把我的 解开圣经 Unlocking the Bible 这本书 带到中国去 我去找 好消息电台 是我们 安提亚 付了那个翻译费 跟配音费 为了 因为觉得 中国需要这个 这个费用 是很多 对不对 是神在我们 祷告的时候 所预备的 他们两个老师 他们两个 教授 已经帮助了 我不知道 多少百万的 华人的生命 为什么呢 因为祷告说 主啊 主啊 求你给我一个祝福 能够帮助 华人的世界 那弟兄姐妹 大概没有几个人 知道 这两个 是我介绍来的 那个完全没有关系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 所以 什么stuff 如果像门徒一样 我要坐在你的左边 你的右边 这个会 我们 我们的祷告 不一定会 蒙他的吹听 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 是 主啊 求你让我能够帮助 像这个下人的人 求你能够 让我帮助别人 他会听 我们中国的慈善方面的工作 我们安条的工作 也是因为祷告 神所预备的 帮助一百多个 等于是孤儿的孩子 每天可以吃饭 每天可以读书 也有一些新的耶稣 OK 最后一个 回去吧 I don't want welcome home 对不起 我以为有中文跟英文 但是两个在一起 那个 耶稣最后跟这个人说 英文是 Go thy way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hole 中文是 你去吧 你的心救了你 那 这个go 有没有注意看 耶稣没有说 来跟随我吧 耶稣没有说 因为我 意知了你的眼睛 所以 你要付代价 跟随我 耶稣跟他说 You choose 我给你选择 英文 有一个翻译 我觉得是最好的 Go your way 你走上 你要走的路 圣经说 他就立刻 开始跟随耶稣 那么 有人说 这个人 跟他的父亲 我们都知道 那个 八地买 我们都知道 他的名字 跟他的父亲的名字 为什么 应该是因为 起去教会 知道他是神 其他的 下颜的 这一类的人 被医治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的名字 这个人说 因为 天父 耶稣基督 医治了我 所以 我愿意跟随他 崔天祷告的 最后的一个奥秘 是 他给我一个选择 如果我走我的路 他不会 停止 他的爱 在我身上 只是那种 真的 听祷告的生活 比较没有 见证 比较没有 他给我一个选择 他说 我爱你 所以我 抑制了你 我让你决定 你要跟随我 或是 走自己的路 那弟兄姐妹 最后的奥秘 最后的奥秘 就是在这里 天我的债 从来是恩典的神 是祝福我们的神 那弟兄姐妹 所以到最后 这个 听祷告的奥秘 有祷告的把握 就是在这里 我就把自己 完完全全的放在 他的手中 把握有一句话 说我深信 他能够保存 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我认为那是 数学的一个问题 我交付多少 他会保存多少 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我愿意 把一切交给他 他会负责一切 这是我的见证 我们一同祷告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我觉得主耶稣 要对一些人说 你是我的孩子 我帮你当做孩子 你不要表演 做成人 做大人 做什么都知道的人 回到孩子的这个立场 你会发现 我会一步一步 带领你 在我里面长大 只要你愿意 谦卑听我的话 我一定会 祝福你 我一定会 兴起一个见证 在你身上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信任你的话 能够知道 唯一的安全的地方 唯一的能够知道 你最听我们的祷告的地方 就是在 亲近你的时候 把自己放在你手里 求你祝福保守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祝福保守 各位收看, God bless.